今天就和各位一起思考一下 对于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而且我们所在的这西安 是怎样的地方 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 是什么大学呢 清华大 据说中国最有名的大学 是清华大 在新加坡最著名的大学 是什么呢 是什么大学 国大 看来新加坡 有叫国大的大学 香港呢 港大 看来还有其他著名大学 台湾呢 台湾大学 据说台湾大学 是台湾著名的大学 马来西亚呢 UM大学 据说UM大学 是一所非常优秀的著名大学 但是若从教会来看 天上的天使们 也羡慕一个教会 是哪个教会呢 上帝的教会 可是世人 却不认识那教会 眼睛雪亮的 天上天使们却想 啊 我若是 也能听一听 那个教会的消息多好 我若是 也能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 该有多好 让天使们 如此羡慕的教会 就是我们上帝的教会 我们现在 正在这教会之中 不是吗 我们上帝的教会 天上的所有灵物和天使们 如此羡慕我们 现在所在的上帝的教会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 此教会是谁所建立的呢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上帝 亲自穿着肉身 来到这地上建立的 初临时 父亲独自来临建立教会 再临时 父亲母亲一同来到 这地上建立教会 圣灵和心腹 亲自运营和经营 并赐予教导和教训 因为是这样的教会 所以才是天上的天使们 也都羡慕的教会 那么我们就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中 查看一下 关于我们上帝的教会的预言和教导吧 一起看二节话语 写信给在哥林多的什么教会呢 在哥林多地区 曾有上帝的教会 我们现在所在的 是盆堂地区 在盆堂地区的 我们上帝的教会 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 在各处求告 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个被记录在 圣经中的哥林多地区的 上帝的教会 就是我们上帝的教会 我们通过提摩太后书三章 再来查看一下 看三章十五节话语 并且知道你是 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 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上帝所怎样的呢 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教属上帝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 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在通过上帝 圣灵的感动 而进入的圣经中出现的教会名字 上帝来到这地上 建立的教会 是什么教会呢 上帝的教会 我们一起翻开 我们一起翻开 使徒行传二十章 看二十八节话语 圣灵 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上帝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 所买来的 上帝说 用自己的血 买来了这教会 这里说 牧养 就是指养育的意思 是吧 二十八节中 说上帝用自己血 所买来的教会 这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呢 就是哥林多前书 一章中 所说的上帝的教会 那么 圣经中 是否还有其他 关于上帝的教会的记录呢 有 我们一起翻开 加拉太书一章 看十三节话语 你们听见 我从前在犹太教中 所行的是 怎样极力逼迫 残害上帝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 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 更加热心 使徒保罗 说他在入上帝的教会之前 一直去了哪里呢 他原本是犹太教信者 但是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受到上帝强光的照射 从而悔改 悔改后 他才领悟到 耶稣基督 就是为了拯救人类 而来到这地上的 自己一直 以来所敬畏的上帝 加拉太书一章 说明的正是此内容 过去在犹太教时 他无知地 大肆逼迫 和镇压了上帝的教会 还在 用石头打死 热心信奉上帝的 优秀先知者 斯蒂凡的世上 做见证人 他不仅参与那件事 还成为那件事的领头人 这里正是关于保罗 反省自己错误行为的内容 他说 我过去在犹太教时 曾极力逼迫 上帝的教会 在这里 同样也出现了 上帝的教会的名字 一起看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二节话语 你们要吃喝 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 上帝的教会 叫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 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鞋 所立的新约 遵守于月节 并教导说 月节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 所立的教会 是什么教会呢 二十二节中 说是上帝的教会 现今 世上也有很多人说 自己去的教会 就是上帝的教会 但是 这里却说 上帝的教会 一定要遵守新约 要遵守于月节 而且 而且教会的名字 还应该叫什么呢 上帝的教会 上帝的律例 上帝的教会 这一名称 还有初代教会 所行的一切 现今 有一个教会 完全继承了这些 那就是 上帝的教会 就是各位 今天 所来到的这里 不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圣经内容 来查看一下 十三节话语 看十三节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上帝 不蒙着头 是合一的吗 你们的本性 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 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上帝的众教会 也是没有的 当时 哥林多地区的女圣徒 总是想栽下 头上戴的头巾 做礼拜 所以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中 记录了 使徒保罗 对此指责的场面 他说 在许多地区 都有上帝的教会 可是 在哪里的教会 都没有女圣徒 栽掉头巾 做礼拜的规矩 在这里 他提到了 上帝的教会 说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上帝的众教会 也是没有的 遵守月节 有新约真理 而且女圣徒 做礼拜时 带头巾的教会 各位 靠这些提示 能不能找到 这个教会呢 这教会 就是哪里呢 从初代教会起 上帝的教会 就一直遵守着 我们所遵守的 所有律例 使徒保罗 也在十一章二十三节中 记录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属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领受此命令的 正是哪个教会呢 上帝的教会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鞋 所立的新约 将这样的教导 给予了哪个教会的 圣徒们呢 上帝的教会的圣徒们 从初代教会起 上帝的教会 就如此行 延续此命脉 直到今天 有月节 有新约 还有女圣徒们 带着头巾绿绿的教会 就是天上的天使们 也都羡慕的教会 可是对于彼得去的教会 彼得遵守的所有律例 彼得遵守的典章 还有保罗所遵守的律例 保罗去的教会 人们对此教会 却毫不留心 毫不关注 各位 在这世上 即使去稍微有名的大学 都会非常骄傲 自豪地说 我去某某大学 想要向别人炫耀 可以说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却有可以向天上的天使们 炫耀的东西 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各位 现在进入我们 上帝所同在的 上帝的教会 这是多么了不起 令人自豪的事啊 在各位的一生中 定会有一些 感到不后悔的事 若让各位 选择其中的一件 会选什么呢 我最不后悔的事 就是去上帝的教会 这是我最自豪的事 我认为 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事 我们都要成为如此夸耀的人才行 因为我们去的教会 是统治全宇宙和万物 将地球 视为无有的 伟大的上帝 所建立 引领 和养育的教会 我们要绝对 将此视为我们的自豪 并要拥有 这样的信心才行 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中 使徒保罗 提到了带头巾的 上帝的教会 有新约的上帝的教会 遵守逾越节的上帝的教会 不仅只有使徒保罗 遵守了逾越节 只有使徒保罗 遵守了安息日 只有他提出带头巾 还有这时代 所有基督徒们 最推崇的彼得 也一样遵守了这些 保罗去的教会 彼得去的教会 都怎样呢 都是同样的上帝的教会 一起打开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看二十二章七节 除教节 须在月阳高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打发了谁呢 打发了彼得 约翰 不仅打发了使徒彼得 还打发了约翰 吩咐了他们什么呢 说 你们去为我们 预备什么呢 愉悦节的研习 好叫我们吃 为我们预备愉悦节的研习 好叫我们吃 耶稣如此吩咐了两个门徒 看十九节话语 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刚才出现在哪里的内容呢 出现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中的内容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刚才是谁说了此内容呢 使徒保罗说了此内容 但在这里 耶稣亲自掰柄给彼得 约翰 还有聚集在一起的门徒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这杯 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保罗 彼得 约翰 都是同一个教会的教友 是吧 他们去的教会的名字 都是什么呢 上帝的教会 各位 遵守约节是吧 在新约之中是吧 头上戴不戴头巾呢 通过这些 能清楚地证明 此教会 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 所有的宗教人 最尊敬的耶稣基督 还有他们 所尊敬的使徒保罗 彼得 约翰 他们去的教会 都是哪个教会呢 当站在天国大门前 天国的门卫问 你是什么出身 这时若回答说 我是上帝的教会出身 门卫就会说 原来如此 您快请进 然后豁然打开天国的大门 天使们会说 您去的 就是耶稣用他的血 所建立的教会 是父亲母亲赐予教导 亲自经营和引领的教会 是吧 我们真的很羡慕您 您居然来自那里 真是了不起 太伟大了 各位 彼得和约翰 是从伟大的基督那里 直接领受了约结和新约真理 不是吗 遵守了约结 并在新约真理之中的约翰 还从耶稣那里 领受了怎样的教导呢 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 启示录二十二章 看十六节话语 我耶稣 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陈星 圣灵和新父都说 启示录是谁记录的呢 是上帝让使徒约翰看到的这启示 不是吗 约翰作为上帝的教会中的一员 他也是在约结和新约真理中的人 也是亲耳听到耶稣教导的人 耶稣说 我很愿意和你们守着约结 你们去预备约结的言习吧 约翰就是其中一位 受耶稣差遣的人 上帝通过约翰记录了 现今时代将要成就的事 在二十二章十七节中 给予了这样的启示和教导是吧 看一下十七节话语 圣灵和新父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举生命的水喝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举生命的水喝 父亲母亲所在的地方 是哪个教会呢 上帝的教会是吧 是上帝的教会 父亲母亲为了拯救人类 在末时来到这地上 说 都来我这里吧 无论是谁 口渴的人都来我这里吧 上帝在上帝的教会中 如此呼唤我们 而且现在谁在这教会中呢 我们在这上帝的教会中不是吗 使徒保罗曾去的上帝的教会 彼得曾去的上帝的教会 使徒约翰曾去的上帝的教会 上帝通过使徒约翰 急于启示说 在幕后的圣灵时代 圣灵和心腹会来临 并呼唤所有人类 来 那时顺应上帝的召唤 来到上帝面前的人 都会得到上帝永生的祝福 但绝对不可加添 或删减 这圣经中的话语 无论是谁 都不可在圣经上加添 或删减一个字 各位 我们现在去的 就是这样的上帝的教会 我们要明确地知道 上帝的教会 是如何建立的 是谁建立的 并要对此拥有更加确实的自豪感 不仅是中国 香港 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我们大韩民国 还有亚洲 非洲 大洋洲 欧洲 北美南美 北中国 南中国 北印度 南印度 俄罗斯 巴西 在福音的十二个大陆 和大韩民国中 上帝赐予我们 能来上帝的教会的资格 这是无比巨大的祝福 各位 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 进入清华大吗 要通过考试 拥有资格才能进入 就像进入那里 也要有充分的资格 才能进去一样 我们的上帝 也赐给了我们 天国公民权 而且将我们 召唤到成为 上帝儿女的 伟大祝福中 我们不能将此 看作小事 上帝召唤我们来 我们是上帝 所亲自 邀请的人物 能去天上父亲 天上母亲 所建立和引领的 伟大的教会 我们要时刻 将此视为 我们的荣耀才行 上帝承认我们 说 你们在天国 是最出色的 有君尊的祭司 天国的王储 王储聚集礼拜的地方 王储聚集 以受教育的机关 就是我们的西安 上帝在如此 小于我们 不是吗 启示录22章中 记录了这样的话语 在天国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上帝的儿女们 对上帝的话语 都打开了耳朵 睁开了眼睛 开启了心扉 上帝将我们 创造成 无论何时都能领受 迎接和顺从 上帝话语的人 并且 上帝的教会 无论受到怎样的 毁谤和逼迫 也不会倾倒 上帝早已对此事实 盖章定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五章 看使徒行传 五章三十八集话语 现在我劝你们 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上帝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 倒是攻击上帝了 各位 月节的教导 是出于哪里呢 是出于上帝呢 还是出于人呢 新约真理 是出于人 还是出于上帝呢 安息日真理 是出于人 还是出于上帝呢 关于圣灵和心腹的教导 是出于人 还是出于上帝呢 那么 这一切最终 就不会怎样呢 就不会败坏 将我们 引导到绝对不会败坏的 真理之中的 埃洛西姆上帝 通过今天的安息日 我们要将更多的感谢和荣耀 归于上帝 并将上帝的爱 祝福和圣灵 充满地装入心中 愿今天也能成为 这种得福的安息日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